口腔健康 口腔健康是身體健康之本 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指出 口腔細菌除了會引致蛀牙、牙周與牙齦問題 更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因子 根據國民健康署調查 台灣牙周問題盛行率高達9成 若呼月初期徵兆 最終將可能導致掉牙、引發全身系統性問題 要保持身體健康 口腔的清潔絕對不能輕忽 今天就讓專業牙醫師蔡奇菌 來教我們正確的口腔保健 為什麼大家都說牙齒不健康 全身都會不健康有那麼嚴重嗎? 口腔健康跟身體健康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平常我們睡眠的狀況比較不足 身體的狀況免疫力有下降 往往會反映在我們的牙齦跟牙齒上面 這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細菌 我們平常吃了很多東西 所以嘴巴裡面的細菌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一旦這些細菌藉由口腔進入到身體 其實會直接的影響我們身體的健康 所以我建議每天做好口腔的清潔 跟維護口腔的健康 進而避免細菌藉由口腔進入到身體 而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每天都認真刷牙 為什麼還是有口腔異味或牙齦不舒服呢? 其實口腔異味跟我們的牙齦問題 都跟細菌是最有相關性的 所以除了我們每天使用一些牙刷徹底清潔這樣子 或使用牙線 往往口腔裡面還有很多的死角 這些包括哪邊呢? 包括牙齦下方 舌頭舌背的地方 臉頰兩側 其實口腔裡面的死角是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地方我們沒辦法單靠刷牙跟牙線這種物理性的清潔 儘管是我們使用了一個正確的刷牙的方式 如果我們可以搭配使用一些其他的輔助的工具 例如漱口水 這樣可以降低我們口腔裡面的細菌量 進而呢可以避免一些牙齦的問題產生 那同時我們口氣也會比較的好一點點 這樣才可以更有效更全面的維護我們的身體健康 小朋友也適合使用漱口水嗎? 其實小朋友來講只要他可以漱口這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使用漱口水了 在小朋友使用漱口水的部分的話 我就會建議使用比較一些溫和的 或者是有一些口味的讓小朋友比較喜歡 願意去使用 對於乳牙的照護 其實常常是我們大人會忽略掉的 像蔡醫師本身有一個四歲半的小孩 平常的話都會幫他去做刷牙 甚至用牙線 那也帶著他一起使用漱口水的一個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從小養成一個好的一個照護習慣 其實是我們大人需要給予的一些榜樣 以乳牙的狀況如果我們沒有照護好的話 未來橫牙的排列就會直接受到影響 往往就會影響到未來就是需要去做到齒二矯正 牙齒會亂的機率其實是會增加很多的 所以從小就養成一個好的口腔照護 這樣才可以為小孩的未來的身體健康 並打下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基礎 所以在使用漱口水的方面 我就會建議使用專業牙醫師推薦的漱口水品牌 想要身體健康我們可以從口腔健康做起 除了正確的刷牙方式使用牙刷牙線 我們還可以使用漱口水來避免細菌進入到我們口腔裡面 我們來一起為身體健康來做好法官吧